李瑞是中共党史专家 他一笔一画地写日记 从1935年到2018年3月 他住进医院前后的83年 一共写了约1000万字 作为毛泽东曾经的世人秘书 和中共历次重大事件的当事人 他不仅有历史感 有记录历史的使命意识 而且明确意识到自己经历的重要性 此外人到晚期 他还知道自己的日记 将宋交美国胡佛研究所保存 他对自己日记的史料价值 是完全清楚的 他为何不记载 对习近平的特殊关照呢 自由亚洲电台曾经报道 1985年3月19号 习仲勋与李瑞有一次约谈 历时两个小时 主要内容是习仲勋谈自己的事 不过期间特别谈到他儿子习近平 说习近平在河北石家庄 有良好的反应 并因此想安排工作 但似乎又感到需要等待时机 对此李瑞的回复是 人在部内或者是到中央财经小组 这一资讯是李瑞1985年3月19号日记中的记载 70年代的下半年 是习近平及其家族翻身的一年 1975年5月 其父习仲勋解除监户返回洛阳 10月习近平作为工农兵学员 离开梁家河进入清华大学 1978年2月习仲勋返回北京皇城 以特邀身份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 4月习仲勋正式复出 上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12月升任第一书记 正是那个时候 人在清华大学三年级工农兵学员习近平 坚定了毕业后从政的决心 说是要继续陕北村里立下的志向 做一些更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 这个决定是习近平1978年春天 在北京五道口餐馆饭桌上 对其知心好友陶海利表述的 当时并没有人关注这个小餐馆里 习近平的这番表白 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回事 不过当他毕业后放弃中共中央办公厅 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职位 主动反升下放河北镇定县 当县委书记的时候 借助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 和中共党内干部更新的需求 党内改革势力就开始对其 给予特殊的关注了 具体说这是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李锐 及其所主持的青年干部局 对习近平的特殊关照 习近平当时是镇定县委书记 习仲勋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负责书记处日常工作 李锐1982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掌握实权 负责主持选拔中青年干部第三梯队 习仲勋对李锐表示 想给习近平安排工作 言外之意就是希望组织提拔 但是我们注意到习仲勋与李锐这次约谈的时间是1985年3月 那个时候的李锐已经因故被迫离休 不在其位五个月了 虽然如此 李锐并没有辜负习仲勋忘止成农之意 早在李锐任职期间 也早在习仲勋对李锐表示 想给习近平安排工作之前 李锐已经开始对习近平实施特殊的关照了 这件事李锐没有写在自己的日记里 是他手下工作人员在后来的回忆中披露的 1983年10月 李锐手下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第一局员 严怀到镇定对习近平进行考察 严怀称对这次考察是三特殊的考察 他解释这三个特殊是 一、李锐的特殊交代 李锐多次派我考察 各地后备干部都是地方提供人选 李从未指名道姓 可见这一次李锐破例 亲自指名道姓要他考察习近平 二、考察物件的特殊经历 我们历来考察长期政绩突出者 而习近平去年才下派 今年刚升为政书记 这其实说的是习近平不够正规考察的资格 三、非后备干部的特殊人物 亲干局只考察作为省级后备的优秀干部 习当时并未被审理推荐 这说的是习不够考察级别 显然没有李锐的指示 不可能有严怀1983年对习近平的特殊考察 经过严怀及其同事李志明 1983年10月 这一次对习近平的初步了解 1984年习近平与时任团省委书记的栗战书 经过组织部第三梯队考察组正式全面的考察 被确定为河北省第三梯队 进入了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 这是严怀在回忆中透露的消息 我们无法知道组织部对习近平这一正式全面考察 以及核准他进入第三梯队是否在李锐任上完成的 我们无法知道组织部对习近平这一次的正式全面考察 以及核准他进入第三梯队是否是在李锐任上完成的 因为李锐是在1984年的10月 招人告状而被迫离休的 即便习近平进入第三梯队 是李锐卸任后两个月的事 李锐对习近平在权力路上这关键的一步 也可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假如习近平是在他退休之前 组织工作时进入的第三梯队 那么他可谓是劳苦功高了 且不说习近平是否脱李锐的福 进入了第三梯队 李锐在1984年10月招人告状选择临休 11月他就由中组部副部长陈浩平陪同 到河北镇定走访参观 期间探望习近平并与之谈话 可见他仍退心不退 没有放下选拔第三梯队的责任 反而借官位不在而微服私访 亲自考察习近平 这次也发生在李锐技术的习仲勋 与他那次约谈之前 李锐对习近平的关切持续不断 并未因为他离职而淡化 2003年或2004年 李锐带着老伴和秘书薛金到浙江 再度探望习近平 习近平则请他一行三人吃饭作为回礼 那个时候的习近平已经从基层县委书记 要升为中共展露头角的浙江省委书记 李锐不管是私下或者是公开 都不提他在中组部任上对习近平的特殊关照 李锐在自己的日记中首次提到习近平 是在1984年11月23号 他去镇定参观并与习漫谈的那一次 他称习近平是众勋之子县委书记或习书记 似乎习近平与他而言完全陌生 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整理李锐日记原稿的李锐之女李南央 专门为这则日记中这个习这个字做了注释 著名习近平的权名及其简历 那个时候习近平已经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 在以后的日记和回忆中 李锐也提及了与习近平在浙江的那次会面 但是他在中组部任上令部下严怀特殊考察习近平一事 以及习近平1984年破格进入第三梯队一事 即便在后来他的口述往事张否人物习近平一节 也没有知智提及 这就给人一种错觉 似乎习近平首次进入他的视野 得到他的关照是在他离休之后 不言而喻的是 他日记中提到的两次与习的会面都属于私人性质 而且时间都是在他离休之后 其重要性与他作为中组部第一副部长和清干局局长 折承部下特殊考察习近平不可同日而语 李锐不提关照习近平的原因分析 我们无法确定在关照习近平的八年年代 李锐写日记的环境安全程度如何 但假如不是出于安全考虑 那么忽略记录他对习近平的特殊考察 有两个可能 第一 当初没有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而忽略了 习近平当时确实不过是一个刚提拔的县委书记 历史还来得及没有显露他后来毛病不改 激息成恶的兆头 或者第二点 因为此事特殊 鉴于他与习仲勋非同一般的关系 考虑到党内或中组部内人事关系的错综复杂 希望避嫌而刻意隐去 李锐之所以如此低调处理他对习近平早期的特别关照 应该与当时他自己的处境和人事关系有关 清案局成立之初 李锐对前句报道的颜怀说 中组部情况挺复杂的 而颜怀在中组部一番走访串门后发现 中组部历来是内生制 对外面空降的局长和局员很不感冒 议论纷纷 在这种情况下 李锐希望避免的应该是在众目睽睽 议论纷纷中对习近平特殊考察的消息导致节外深知 李锐则与胡耀邦一样 最初因为陈云指名道姓要求李锐在组建清干局时 必须调用颜怀而不需考察 故认为颜怀是陈云成员父子的人 一直与颜怀保持距离 他是从后来的工作中认识了并认同了颜怀的 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水电部副部长李柏宁 宣传部长邓立群 前妻范元珍等左翼人士先后告状而下课 这一切看起来错终复杂 李锐为了要按原则做事 如清干局选拔第三梯队 按自己的组建做事 如特别考察习近平 必须小心谨慎 以免节外深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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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